2024下半年最期待的五部逼犹太剧 我的百月广传回归了 有一个有八分钟的那种前导片 两个男男主角的年龄是相差十岁以上 十度都比我想象中的大满多 这是一部没人看过结局的中国人气连续剧 没有人比官方自己吐槽自己还要更低欲的吧 2024下半年最期待的五部逼犹太剧 应该算是我精挑细选然后选出来的作品 有一些是很特别的IP 但是我最期待的五部逼犹太剧 然后有些是那种二搭 然后还有我的百月广居然回归了 那今天的介绍影片呢 我一样呢会先讲一下她故事那种剧情 然后还有为什么会想要推荐她 最后也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她们的预告片 有一个有八分钟的那种前导片 个人觉得都还蛮期待的 如果你们也是在剧荒 或是喜欢看别有剧的朋友们 那就一定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影片 那在开始介绍之前呢 也请不要忘了要订阅一下我的副频道 还有我的instagram 那边都会分享一些生活日常的大小事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介绍吧 好那首先呢要推荐的就是 Temple 2024GNN下半年发布会PART2 里面的一个作品 中文有一些人他是已经翻译成叫做 爱上男团明星 但这个名字应该是战役的 为什么会推荐她 我是自己觉得现在目前演员之类的 那种路线是有 但是呢偶像就比较少见了 所以我个人还蛮期待的 那它里面呢是讲述一个 面试很久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然后后来呢意外的成为了就是摄影师 然后跟飞大火红即将要结散的男明星呢 就是共补一段恋情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预告片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主演很韩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觉得 面试未录取 那因为我看不懂泰文 所以不大确定他是不是想要成为明星 然后他会去面试这样子 然后里面是赢家 也就是代表他没有被选上 然后赢的人就可以站上舞台 就是赢的人就可以站上舞台 的那种感觉 然后反正他是没有被 他是没有被录取的 但他的 他的脸真的很韩国 最好是嘞 好啦我也想要 跟小哥哥们就是一起搭电梯 这也很喜欢的爱豆 然后搭同一部电梯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但是我觉得摄影师 长相 比较适合去韩国 发展吧 你我之间小秘密 我会给你做的事 我没有想起来 你不在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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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们 你不在乱动 你不在乱动 我觉得我们是不在乱动 你会让我开心 我会让我一起 预告票清哦 他还没来说 我还要说 你会让我来说 这么诚实的吗 你一刻推开 我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呢 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我很好奇 就是它里面中间 有一些背景音乐 然后是不是他们整整团体唱的 如果是的话 我会觉得还蛮用心的 第二件事情是 我一直在猜这两个人的配置工手 原本我是觉得是摄影师工 但是他后来的时候就说不上为什么 明星变得很主动 感觉明星好像当工也可以啊 换他们两个互工好了 可能有看过原作小说之类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说 如果是知道工手配置的话 然后第二部呢 要跟大家推荐的呢 就是Gnew呢 要再次合体 出演的皇室主题 The Next Prince 他们两个人呢 其实从2022年 合作了甜心派之后 其实有很多人说 他们两个人是已经 真的在交往然后公开了 我都不知道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都可以 就是都很好 好不好 这部剧的剧情呢 主要是在讲述 叛逆王子 还有忠心皇家 他护卫之间的故事 小时候呢原本以为就是他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但他无意间的发现自己居然是 阿萨瓦提丁国的唯一既成人 进入皇家的时候会有一连串的学习跟不适应 还有那个皇室之间勾心斗角的那个恩怨情仇 然后你的护卫就是要在身旁保护他的那种感觉 这一部呢现在目前已经有拍到8分钟的前导片了 所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阿萨瓦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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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找继承人的 就对 阿萨寻找继承人的 阿萨 萨瓦一颗 阿萨瓦一颗 阿萨瓦一颗 你的 嘴唇 这个画的是 四十几岁的 成华狸一颗 四十几岁 哇 李嗨嗨的臉真的 我说过以前 非常吃李嗨嗨的烟 第一次看到这个主角的时候 就觉得他的烟真的是太帅了 他里面很好吃 太鲜 说明显身有运气和泰国人 可能是有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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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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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子 頂到 蛤 蛤 這也太 是 真的太 勾斜了吧 他不是帶槍嗎 然後後位只有一把刀 還會輸給他槍 感覺他爸要領便當了 怎麼辦 然後一直抓著 一直抓著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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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衝 哇 原來是他的 真的 護衛呢 專屬的 護衛 哇塞 這城堡經費也太高了吧 我一直覺得 李海海的眼影有點太張揚 就是他的睫毛跟眼線的部分 他跟他爸長得好不像 你看吧 恩怨來了 繼承者的 廝殺 他還要看 真的 他還要看 真的 他還要看 真的 我的天 他還想說 他還要看 他也是 他還要看 他還要看 你快 是你快 你几乎要遇到你 我跟着你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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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着你解释了 我跟着你解释了 因为我会有骗水 我跟着你解释了 我必须能够帮我进入团队 哦 拜託我给你帮我帮你 不要拒绝对自己人 这些人 我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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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 我认识你 我不管 morph 她调整 你 我认识你 是不是 ? 我是 我是 end 那你都是谁画的 为什么要脱下巴 他这边的转折 我实在是看不懂 这么快的吗 现在的前段片的进度 我真的是看傻眼 我认识你 是因为我认识我 人是82克 人员的 被那边的 嘴确 让你 глав你的 和他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 2 3 我觉得这次的前道片有8分钟 所以它的剧情完整度已经算是很高 当然有一些地方也是让我觉得很吃惊 因为尺度都比我想象中的大满度 下方留言区最热门的留言 中文翻译它就说 我大家度这一定是时尚预算最高的BL系列 光是城堡还有服装的成本 就已经比整个系列成本还要高 有在还原皇家的那种感觉 还蛮期待的 因为毕竟两个人的演我都蛮喜欢 然后再来第三步呢 要来推荐中国原单小说 我们上瘾居然要排泰国版的BL调查局当中 辅剧初恋都是投给他 他是隆登我们第一名的宝座 同时也是很多人心中的遗憾 因为当时剧集就是无预警的被腰斩 但现在泰国居然要翻拍上瘾了 非常闹的是这个泰国的剧组官方的推特 就是X上面的简介居然写了 这是一部没人看过结局的中国人气连续剧 没有人比官方自己吐槽自己还要更低欲的吧 两个男男主角的年龄是相差10岁以上 而这部预告片呢 也终于在5月23号呢正式的释出了 所以呢我就会把它放在我这一次下半年度还蛮期待的 因为毕竟很多人很期待海音CP可以怎么样被还原 然后有没有机会正式可以看到结局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预告片 还是很太距离的感觉 它的衣令会凸到一个操下面这样子之类的一个习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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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看他欺負錯人的 我真的想知道 你為了你想要我? 我現在是怎樣 肯定是自己自己的 你連你來的 你還要剪掉 你也要剪掉 你就是一個人 我必須送別人來做 你會告訴我 我會想到我 但我現在有事 我會出現 但我沒有去 你會不會被困 因為我不會被困 你為什麼會被困 你不說 你怎麼會被困 你怎麼會被困 你不會被困 我不會被困 我會不會被困 但我不會被困 大概前半段吧 我都还是一直觉得很不能适应 因为毕竟我们知道上瘾的剧情 然后也看过中国版的 就是那种有点太深根底固在脑子里的感觉 当然也不是说不好 因为毕竟本来改编就是要 有他们自己本身的tempo跟习惯 或是融入当地的那种感觉 可是对我来讲就是有那么一点点违和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有这种想法呢 当这种镜头就会觉得 就是很热的地方才会有热举动 我会有一点点出戏 为什么我还是会把它放到我自己很期待的 就是因为想要知道上瘾最后的结局 会被怎么样呈现 所以就是也一并的推荐给大家 第四部呢要推荐给大家呢 是Perfect 10 Liars 这部是非常经典的 必有太具三重奏的元素 青春校园然后工学园 然后还非常多对CP 总共有三对CP 但是这次呢比较不一样的是呢 他这三对CP呢共都有十几 所以总共是三十几 比较完整可以看到 每一对的CP 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 那为什么我会特别让他出来 就是讲我自己最期待 是因为呢 他里面有我以前最喜欢的那个 泰府剧的初恋 就是黄俊游和这个演员 一定要来就是帮忙推荐一下好不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预告片 瑟! 别usch 别不认为 我总的帮忙 我肯定要自己发挽 我已经在闪一间 你该想让我们支撸 我还是在喷嚷 想要购买 我们在喷嚷 我们是在喷嚷 我们在喷嚷 是哦 就是要公尔的 紐囧 不太有任何的 o 所以所有人都在学着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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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知道在那子裡吗 你就是在公司当下 你学过去看 我肯定会把他 biodata 你才能吃到 我们也知道 你是不是能吃一碗 你现在是会跟我们一口 不论 我会休解决 一小时 不必 我才不住在我 小时 不论你 我会顺便说 你会有粉丝吗 你会有粉丝吗 我认识 因为你会有粉丝 那不是都会有粉丝 你会有粉丝 你很像我 我叫PayPaya 我是NómSaiYota 我不是Nóm 你如果不是Nóm 我会有自己的 Nóm给我给我 我会让Nóm 我去看看Nóm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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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和谷 好 Porque你又怎麼回來了 myths 你娶得真的 weren't you Why you like yourself 你喜歡 Hiyo? 有是嗎 可是你也夠了 如果我仍然沒有 How to select 我還知道 你會做得好 Giuseppe 我也不再試試後 你試試試看 你會說你會不會試試 緊鎮 你告訴我是有車子嗎 的球 緊鎮 你這個感覺了嗎 什麼你嗎 él哥 我明白 你不試試 就要硬 你也想像我一样 你必须要穿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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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是穿上去 你必须要穿上去 我会有点好 你自己也有 你能做好吗 对对 太冷静了 你问我一天 你问我一天 你为什么要穿上去 有啊 我怕我被問 你知道三對 怎麼樣的CP 怎麼樣的故事都有 所以應該你們可以看到自己喜歡的 最後一部呢 正式來推薦的就是 我真的和我久見了 我沒有想到 2024年 我居然能看到他們兩人合體 近一年生合體過後 我們SKCP的新劇名稱呢 就是 The It's Morning 對 Krist呢這次飾演的就是一線的記者 但因為一些放鬆事故 然後他就一夕之間的跌落神坦 然後變成一個十八線 大家就非常的唾忌他 Sindow呢 則是飾演國外回來的就是金牌製作人 只要照著這個製作人說的話 做節目就可以呢重返一線 但兩人呢實際上是分手多年的情侶 當時呢還是不歡而散的狀態 在百般掙扎之後呢 Krist還是決定就是要請求Sindow呢幫助他 但是呢種種內容都讓Krist覺得呢 Sindow一定是夾在私人恩怨然後惡整自己 然而呢在這些就是節目的過程中 兩人呢又悄悄的就是就情富然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就是這個預告片 其實呢我之前已經有看過了 但我覺得可以再重溫一次 MitVD 這就是這個要求 莫名士超能達人的評論 Krist Krist MitVD Oh Krist Krist Mit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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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不是 我肯定不必要吃 你肯定是 我肯定叫他 我肯定带我 我要先去弄他 我肯定给他做其他一切 你肯定是有妙的 我肯定是他 我肯定是你 你肯定是他 他做的事 你肯定是他 他可以招待 你肯定是他 我不能不说心头真的很重 真的 真的很重 但是 整片拍生应该 你的观众可以别人 按照相机 按照一番 你们的观众 在这里 是一个似乱 按照二 som 你们的观众 按照三 我们的观众 你们的观众 是一个伺候 四 四,你必須讓小朋友看到你心裡有關的問題 你必須吸水到進行作詳細節 好,我沒力氣 我不會讓我來 你怎麼知道嗎 你回到外面,做好工作 哦,你看 Jovelis Chris,你回來了 你怎麼回事我呢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我 你怎麼回事我心裡 真正,我幫你幫忙 你怎麼回事我 你们看懂他的案子了吗 他说你去拿新的碳 然后克里斯的说 旧的碳比较好拦 就是旧情富拦的意思 原来有这种 心灵的比喻 你的是一种二种 Kaj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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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需要一遍 问题是 你可以继续付秀的 刚才可以试试 甚至同时 在这一段时间 我认为的是什么 我认为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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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认为一遍 我认为一遍 如果一遍 我只是说 你不太喜欢吗 我认识 但你只住一家 我们不在这儿 我认识你 不许你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小离 还想不论 你真是的 你真是的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我不喜欢你 因为你 我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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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感想 第一个 大家觉得 前任是否应该要复合 我亲身经历是 不要 人的劣根性太难改 而且人的个性也太难改了 如果你们是因为这样子的生活习惯 或是个性而分开的话 我觉得是很难 就会有好转的现象 然后第二个 Zito你的脸到底怎么了 然后还有这一对 在这里面到底是公是兽 但是我还是很希望 就是真的正片出来之后 两个人的身材可以雕塑回 萤幕面前nice的状态 而且它里面有一些蛮有寓意的事情 就是你看旧的书的时候 你每次看都会有心触动自己的一些东西 这也是一种比喻 好那以上呢 这五部社长自己私心最期待的 2014下半年的推荐太府剧情单 那不知道呢 这五部当中你们最喜欢 然后或是最期待哪一部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 跟我一起讨论哦 好那希望今天影片的 大家看了开心看了喜欢 那也不要忘了要帮我把影片按个赞 然后分享出去给你所有喜欢看 补剧的朋友们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开始小铃铛 那我是Niki 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 拜拜